大家好,我是港珠 这一节的英国新闻快讯 跟大家讲讲英国的最新经济数字 根据国家统计局 最新的统计 原来11月英国的经济 以GDP,即是国民生产总值来量度 是上升0.3个百分点 在之前那个月,10月是下跌的 令到有些人都会关注 11月会不会继续下跌 幸好可能得益于所谓Black Friday的销路 就是很多人会在这个溝物规节去买东西 令到那个销售额 令到经济都是冲上去 虽然增长不是很多 只是0.3个百分点 但都是一个好消息 怎么讲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经济是有可能会收缩 或者进入所谓衰退recession的情况 如果根据定义 连续两季 每季就是三个月 连续两季 就是连续六个月 每一季一季的计算 两季都是出现GDP的负增长 或者是倒退的时候 就表示在定义上 一个地方踏入了一个经济衰退 而英国在7月至9月是负数的 就是说已经是第三季出现了负数 如果第四季都是负数的话 就是说英国就是进入了经济学定义上的衰退 那今次11月这个上升呢 似乎暂时有点曙光了 10月跌 11月升 如果大家去买白家乐 足路的路指 10月跌 11月升 10月是什么呢? 如果10月继续都是升 或者不是大跌呢? 有可能都会令到整个第四季 保持一个正数 逃离了经济衰退 这个就很视乎12月的情况 究竟这个圣诞新年市道 会不会可以刺激到英国经济是有足够的发展 令到可以托起整个第四季呢? 我们拭目以待了 有英仔的分析师就认为 虽然今次是上升 但是第四季整体来说 未必会有很大的增长 可能保持到不升不跌 即是紧紧打和 已经是当赢了 即使这样 当然都可以令到英国经济 暂时摆脱衰退的一个可能性 不过这样是对2024年的经济 是没有任何启示的 第一当然就是这个倒后镜 我们不可以看到倒后镜开车的 11月上升 只不过因为Black Friday的效应 10月就算它上升 都可能是因为消费市道 在盛诞比较旺一些 但是2024年 究竟是不是可以继续保持佳职呢? 暂时是未知的 因为有几个因素是会影响到国民的消费 和整个经济的表现 首先就是工资的上涨程度 这方面其实英国平均来说过去一两年 人工的增幅是不错的 对比起Inflation就是通胀来说 除了工营部门那些 工营部门那些的雇员 很多他们的加幅都未必追得上通胀 但否则的话 其实很多整体来说 英国的打工资 尤其是私人公司那些 大致上他们的人工加幅都不错的 这个是第一个因素 但第二个因素会影响到消费意欲的 就是息率 如果息率上升的话 或者是不会跌得那么快 现在未必会上升 很多人的估计 但都未必会跌得太快 因此有可能很多人 他们英国很流行的 做两年三年或者五年的按揭 定息按揭 如果来近这一年 这些家庭是结束了 他们本身做的mortgage 那个package 他们要再组 再做新的mortgage 可能就会给他们以前 是交贵很多的按揭利息 这个是会阻碍一些人 拿钱出来消费的 因为你口袋没钱 那当然就会减少消费 另一方面 商业的机构来说 亦都会因为 如果息口仍是高 可能会令到他们去加大投资的意欲 是会减低一些的 因为成本高 很多机构 他们研发的成本 或者投资的成本 都是来自问银行去借贷的 那如果借贷成本高 可能他们会少一些 去做一个投资 不论是开新厂房 买新铺 开新的分店 或开新的分办公室 可能全部都有机会 因为息率仍然是高企 还没跌得这么快 而有机会先去 这个当然会影响到英国的经济表现 而现在英国的最新通胀数字 在11月 就是3.9个百分点 这个是按年的升幅来的 还没去到英伦银行的2%的目标 所以似乎我们一般的估计 都觉得英伦银行 未必会这么快去减息 可能现在这个息口的位置 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而事实上 根据英伦银行议息的记录 他们开会去谈 就是那些会员 谈究竟加不加息呢 有部分人在上一次会议里面 都仍然认为要加 不过有部分人 认为是不加 因为多数是说不加 亦都不减 所以结果就是无升无跌的 所以似乎 还是有些声音的看法认为 仍未加得够息 或者经济 就是在通胀方面反映出来 仍未够低 所以是令到 英伦银行 都不敢这么快去减息 这个因素 是会很影响到 不論是国民消费 或者是企业的投资 而最新的新消息 都是有一个影响 对于英国的经济状况 就是有些企业 发觉他们 运送货物有困难 因为在红海那里 是出现了接连 有袭击一些商船 运货的船 这个也导致最近 刚刚的新消息 就是英美联手 是空袭 希望可以处理到 这个红海的问题 事实上 这个红海的问题 一些货运船 去不了 是影响到某些的企业 其实英国的企业 包括Next 或者英国的现在家居 都已经说了 它们会有影响的 对它们来说 它们的货物的运送 已经出现了 迟缓延的了 它说这个是会反映到 是未来几个月 首先就是货运 补货的速度会慢了 另外就是有机会 因为商船要绕渡 不可以经过那里 所以其实可能会增加了行程 令到整个成本会上涨 可能会影响到货品 是会卖贵一点 都不出奇 这个也会影响到英国经济状况 因为如果少了货拿出来卖 还有经济 也会受到货品成本上涨增加 少了人买东西 可能少了做特价 那些人就不敢去买东西 又会令到消费市道 可能会受一些影响 这个当然也可能解释了 为什么英美要这么心急 是联手做空袭 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新消息 都有影响到油价 进而会间接影响 经济活动的呢 就是伊朗在这个星期 刚刚扣起了一架运游轮 这个游轮本来是开去土耳其的 但是被人扣起 就说要他开去伊朗的港口 所以这个情况是刺激到 有机会令到原油价格是上升的 这个当然也会影响到 第一件事是通胀 因为油价会反映在很多方面 间接地刺激到物价 和能源价格 这个是会受影响的 所以整体来说 对于英国 未来的经济状况 还是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尤其是物价通胀方面 似乎还未是好确定 而这个会影响到息率 从而影响到整个消费市道 疲弱与否的 不知道各位在英国居住的网友 你们会不会觉得 英国的经济市道不是几好呢 你们对于英国2024年经济的展望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很紧要的 但可能影响到大家会不会有分红 会不会有家人工 或者会不会升职 可能都是很受经济活动影响的 多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记得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